我们一定努力完成 全力的来争取2024胜选 将来我们组联合政府 共同为中华民国来努力 蓝白两党二度政党协商 双方取得共识 蓝白和城定局 在前总统马英九的见证下 也讨论出正副手的决定方式 将由蓝白两党和马英九 各推荐一位民调专家 三位专家将会评估 自本月7号至17号的各界民调 决议哪些要采集为评比民调 并纳入蓝白两党各自的内参民调 胜者得一点 统计误差内 由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得点 最终点数多的即为总统参选人 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国民党一直不断的让步 除了侯友宜 他也公开愿意去当副手 然后马英九也提出了 所谓的全民调 这样的一个让步 我觉得柯文哲 他也不好再去做责任上面的 所谓的甩锅了 或者被人家认为 他一直很没有诚意 可是如果以向前看的民调上来说 侯友宜其实在这些民调里面 可能是比较占有优势的 他很可能最后会出现是一个 侯友宜在民调上面 赢过柯文哲的情况 如果最后的结果会是侯柯佩 那最后在11月18号 公布这个结果以后 到底柯文哲 会不会真的去接受这个结果 还是说他现在只是说 等等看这个结果 好像其实也不迟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也不排斥 去跟郭才明继续的会面 柯文哲我相信 他去往前回顾民调里面 他当然还是会去拿出来说 他之前在做的全民调里面 纳入所谓手机这个部分 以及他去做出所谓的家权 那他会去成为第一名的这个情况 可是这个如果完全按照手机 或者是用柯文哲这样的一个民调 可能还不太会是 在民调的做法上面比较公正 或者是我们一般认为 是比较科学的一个情况 回到传统的全民调上面来看 那柯文哲可能要产生优势的机会 可能也是不是这么的大了 陈台北市副发言人柯玉安 列出7日至今共14份民调数字 红友一共拿下9份民调优势 柯文哲则是5份民调得分 蓝白河真的能让两党支持者 和政党资源完全整合吗 在这一段蓝白河的过程里面 有点被大家形容是歹系托捧 其实不只是柯文哲一直不太有诚意 而且甚至柯文哲还对这个国民党这边 尤其对侯友仪 其实有很多看不起对方的一些想法 造成了蓝营的里面 尤其深蓝的或是基层的很多支持者 其实对柯文哲的仇恨值 其实是越来越高 假设真的最后是蓝白真的合起来的话 这个叫深蓝的选民 或者讨厌柯文哲的选民 是不是真的还是会含泪投票呢 第二个是如果合起来是投柯配的话 那对于柯文哲的柯粉 柯文哲很多的选票支持者 是来自于讨厌国民党这样的一个选票 那柯文哲支持者也会去含泪投票吗 第三个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蓝白河的过程 也有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分裂 也就是主战派跟组合派的对立 那包含马英九他去主张全民调 站在柯文哲这边 更是激化了国民党内部 在蓝白河的意见上面的 这个不合的一个对立 国王民调显示 柯侯配或侯科配的支持度 都领先民进党的赖骚配 面对蓝白达成共识 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郭亚会指出 赖清德阵营 始终是以一对一的模式 进行选战规划 无论在野阵营如何整合 都不影响既定的选战节奏 如果真的就合起来之后 包含选民在这段时间以来 对蓝白河的反感 或者是绿营的选民 因此被击起来 形成了绿营的一个归队 那这个东西都会去强化 这次选战到最后 其实就形成的是一种 回复到传统上 一对一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这段时间蓝白河 就算吵得这么的热 但是赖清德的支持度 一直都维持在 35%左右的情况 他并没有因此往下降很多 所以将来如果是一对一 或者绿营的归队 那将来绿营的支持者回流 或者是激起他的危机意识 我相信这个35% 可能他只是一个叫做地板 他可能还会继续往上的 这样的一个节目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 林宽玉会后受访表示 协商过程气氛融洽 党党共同声明也提到 蓝白河后会共组竞选委员会 全力辅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以及两党推荐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目前虽然蓝白河大局底定 但谁挣谁负 结果尚未出炉前 恐怕仍然有未知数 记者萧群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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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